好 這是王公 小咪 康德 送肉粽是彰化一個非常著名的習俗 這一種送煞儀式是從福建泉州傳過來的 他們是為了尊重往生者 不直接稱那些上吊往生之人叫吊屍鬼 而是以像肉粽一樣串一串的樣子來暗喻 所以才叫做送肉粽 那每一次呢 在彰化就是非常的特別 只要有人上吊的時候 當地的廟宇就會集合 然後舉辦法會 開始進行送肉粽這個儀式 儀式通常都在晚上九點之後開始 廟方的人員呢 就會在各個路口 或是鄉村的公告 甚至是網路上 貼說他們今晚要送肉粽 然後把低點標示出來 告訴大家不要靠近那個地方 通常設置的字樣都是 寄送回避 簽優法式 盡情改道等等的路標 所以呢 當地人通常看到這樣的字眼 或是在網路上看到這樣的資訊的時候 通常當天都會特別的回避送肉粽的路段 因為有一個傳聞 就是據說 如果你目睹了 送肉粽的這個隊伍的話 那你就必須跟著他走完 如果沒有走完的話 那你很有可能就會 爽掉 更嚴重的話 你可能會成為下一個 肉粽 天啊 所以每次有送肉粽這種事情發生的時候 很常會接二連三好幾天 舉辦這個法會 甚至這個東西也被拍出來 拍成電影 對 那我今天呢 要做的事情非常的簡單 我自己非常的好奇 送肉粽到底是一個什麼樣的狀況 所以我們今天就在網路上找了一個 送肉粽的路線 我們要實地的從起點走到那個終點 來看看他們送肉粽的整個路線到底是什麼樣的 好 那我們就出發 我們用一個送肉粽的路線看看 Let's go 對 其實 可以發現 就是這個地方是一個住宅區 所以他們都會在貼告示 就是告訴大家說 必須要遠離這個地方 以免附近的人不小心看到這樣子 然後他們是向右轉 現在走進一條小巷 對 其實還蠻酷的 因為會走到這種小巷 我覺得是因為 他們送肉粽的隊伍 通常都陣仗蠻大的 然後也會有一些 一些神秘 系統啊 生命之類的 對 然後會跟著走 也跟大家講一下 其實我們上網看了很多送肉粽的路線 不是每一個都像我們這個 這樣子那麼近 有的是20幾公里對不對 開車可能要40分鐘左右 非常非常的遠 對 我們現在繼續直走 然後前面左轉 就到第一個 他們說新京的點 夏里 左轉 好 我們現在到的這裡就是夏里路 夏里路呢 一直直走 走到 翻亞溝 然後在右轉 就可以抵達 溫載魚市 他們如果是這樣子在晚上 十一 二點的時候走這種路 然後舉辦那種法會 是不是其實會吵到住民 嗯 因為外面聽起來是還蠻安靜的 先進了一個工業區 遇到了第一個人 其實這裡是不太會遇到人的 這活動好像不太合 不太會超過十二點 我們現在前面就到那個 我們的翻亞溝 翻亞溝又走 現在基本上呢 就是 沿著這個路一直走 一直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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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會通往出海口 這一次呢 會模擬這個路線 其實 純粹也是因為 我們也都沒有親眼見識過 送肉粽這種 他們正在進行的樣子 降拜 其實雖然 我說那麼多都市傳說 但是 也還是真的不太敢去 真的去跟著這個隊伍看看 因為他真的有非常多可怕的傳聞 所以我們這次就先模擬這個路線 我們到了溫載魚市 我在想 他們應該是在這個漁港附近的某一處 然後在那邊進行這個法會 我們也下去看看 找到一塊空地 然後呢 我們在那邊 用蠟燭做一個召喚的儀式 我們認為 這邊應該就是他們最有可能 進行 送肉粽這種儀式的地方 那我們就 在這邊 做那個傳說看看 好 Let's go 我們現在就在這個 我們要做這個召喚的儀式呢 我們要在地板這邊點蠟燭 明明說 Spirit to the dead Rise up again Back to the place Where you began 並且拍一張照看看 看看會不會有什麼特別的東西 那我們就在這邊 點起蠟燭 好 對我們點好這個蠟燭 然後對著這個海港前面 念咒語 3 2 1 Spirit to the dead Rise up again Back to the place Where you began 好 然後我們就在這個大叔旁邊 拍一張 看能不能拍到什麼 大家好 又是我們後續改年的時間啦 這次實際走訪 對我來說真的是一個 非常特別的體驗 因為送肉粽這個傳聞 應該是很多的台灣人都有聽過 但是大多數 應該也是都沒有見過他的正面目 那我前面好像也沒有 太多的講到他的流程 那我現在也來跟大家說明一下 送肉粽的儀式呢 通常是舉辦在 往生者出兵的前一天晚上 那一開始呢 會在往生者遺地發現的地方 進行開場儀式 那道長會以跳鐘軌作為開場 把往生者親身用的繩結給打開 象徵著解脫 並把往生使用到的繩子 梯子等等物品 一併帶到海邊燒掉 沿路他們會不停的放鞭炮殺女 而在隊伍的最後面 也會有兩個掃把 不停的掃 一路掃到海邊 象徵掃煞 那道長也會在經過的住家門口 貼上符咒 為當地的居民們打煞 對這就是一個大概的簡單過程 那至於他們還有很多很詳細的術語 我在這裡就不追溯了 頌肉粽這個事件的每一年 其實都還是會層出不窮的發生 OK那我們今天影片就到這 如果喜歡我的頻道的話 可以幫我點分享喜歡 謝謝老師我紅狗 我們下次見囉 掰掰 再看一看 再看一看 看看